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三峡大坝所使用的是混泥土重力板 这样可以使大坝每一个独立坝端依靠自身的重力来保证大坝的稳定性 其抗打击能力也大大加强 而普通的导弹对其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而且有专家指出三峡大坝具有部分抗核打击的能力 不过还是可以被核武器摧毁的 但是在大坝被核武器摧毁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核反击将全面开始 相信没有国家会因为一座大坝和中国开展全面的核战争 对三峡大坝的防护也是解放军的重重之重 早在大坝建成前 我国的防空导弹部队就已经驻扎在此了 而在歼20正式列装之后 也首先被部署到了云南地区 就是为了应对可能来犯的各种轰炸机的威胁 而且据传言 我国已经在三峡地区建设了全国最先进的激光武器 而以三峡的发电量完全可以支撑其运展 如果有导弹或轰炸机来袭 完全可以瞬间将其机会 相信由我们强大的人民军队保护 三峡大坝必将万物一失 本期前少军舞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欢迎与我们互动留言 军姐可可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军事资讯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我们哦